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你看完之后 你还会想要随便让一个男生的阴晶 随便放进去 但如果男朋友跟你说 我明明就有顶到东西 男生顶到的是这一个 叫子宫颈的东西 这个密闭也不是完全闭合 因为月经的经血要从这边流出来 它也是有一点点打开 阴晶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也不用想说什么阴晶太长 会不会从这个地方跑到子宫 最多到这边就停了 不可能再进去了 所以不管你自称几百公分 那你就是外面留很长一条 女生的阴晶就是这么短 只要你们的阴晶有十公分 它是可以在里面这样子摩擦的 就够了 男生的龟头想要碰到子宫颈 因为龟头敏感 所以男生会很喜欢这样子碰 可是请你不要这样冲撞 阴晶的碰到就好了 然后这边可以快 快快快快快快 然后陰道进来 接着就是子宫颈了 子宫颈它没有入口 让你的阴晶跑进去 碰到子宫里面的任何东西 那你温柔少力 女生也许这个地方 子宫颈成容前面 这边有个A点 如果你小力一点 有些女生是会感受到A点的高潮